你看看这里的人多疯狂 这个女士是怀孕的 在这里他们就叫冬季 看人家光着脚 看厉害吧 墙吧 看看 这这边啊 看看 这欢迎的女士 你看那大肚子 大肚子拱着脚子在这 这就是他们这儿的 风俗 习惯走到哪儿 想装脚 鞋一拖 鞋一拖 手一拎 光着脚满足手 鞋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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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光的脚或者水光的脚就有可能给当成神经病了吧 这里他没有 看人家得抢 有的时候他们是妈呢 比如像参加party去 然后穿那个非常高的那个高跟的鞋 穿着太累了 然后一脱下 脚一滴了这 逛着脚 逛着脚就去了 然后到那儿愿意穿再穿上 就那样 他这是 这个孕妇 他不是穿高的鞋 他手里滴他的就是一个平底的鞋 但是人家不愿意穿了 他在马路上穿去穿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我去参加竞选 就是 有一年他这里那个竞选总理嘛 然后 竞选的当晚 开票的当晚 我去参加那个 他们那个聚会 然后就 其中他有一个 对一个参加那个 有一个竞选人 有一个候选人 一个女士 光着脚站到桌子上 光着脚站到桌子上 那个 那个 好记性就演讲开了 在那儿 还是在那个 坤士兰大学的一个酒吧里 校园的一个酒吧里 这里的气氛意识可多了 让人们知道一下不同的风俗习惯 你们也见过 你们也见过 那个 女士啊 在任何地方想脱鞋 光脱鞋 一个 光着脚 一个鞋子 手 好了 再见